嘩 女封禮事不用真的打的 在養窮L計劃 最近很多朋友說我們胖了 是咯 不行 我們要找西多士攝影機工商 他們幾個這麼壞 竟然用不拍片來威脅我 幸好最近WeChat PayHK推出了一個好好玩的滑圖禮事功能 在7月17日之前透過這個功能來派禮事 還可以獲得營金券 所以我就決定用這個功能來派工商補貼 在對話欄按加好選擇禮事功能 輸入禮事金額 如果在群組派還要輸入封數 之後按放錢到禮事 再選擇右邊的畫圖禮事 選選想要朋友畫的題目 如果不適合心趣的話 就可以按換一批選其他題目 那選哪一條題目才是最著數呢? 你就可以去回WeChat Pay頁面 按優惠專區 畫圖禮事活動宣傳manor 進入活動頁面 在好有畫圖任務上 就可以看到系統隨機給你的9條指定題目 選這些題目才可以讚印花 每一條題目顯示所需解鎖的次數 例如蒙羅莉莎需要有3個朋友畫對 才可以拿到一個印花 所以我就決定先選蒙羅莉莎作為題目 選好之後按立即付款 就成功封到畫圖禮事 而當你的朋友或者群組收到禮事 他們是需要畫對題目對應的圖案 才可以成功拆開禮事 這次那麼好吃? 竟然會派禮事 對呀 咦?要畫畫的? 這麼有趣? 竟然要Lisa姐 Mona Lisa? 完成! 我也是 也挺好玩的 很簡單而已 我畫得這麼壞也拿到 看看多少錢 什麼畫? 一支? 畫了這麼快 他們就畫好了 看看他們畫得如何 我極度懷疑他們是照著自己的樣子來畫的 你看看他們畫得多壞 當每位朋友成功拆開禮事 並且到達題目要求的好有數目 即可獲得一個印花 儲齊三個印花 就可以換到5元通用電子現金券 每個用戶最多可以拿到9個印花 總共15元通用電子現金券 只要消費滿10元就可以使用 全港支持WeChat PayHK的指定商戶都用得 派禮事給朋友的同事 不單是他們有得玩遊戲 你有同事有現金券拿 是不是好著數呢? 還不快點找多點朋友派禮事換現金券啦 你們在做甚麼? 公訊你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